疫情之下,香港人的生活習慣都有很多變化 少了人堂食,多了人叫外賣 餐廳生意差了 最後變相令很多食物剩下,白白地浪費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例如今次要介紹的手機程式 絕對可以令餐廳和客人都得到雙贏的局面 我是Jama I'm Chris and we're from Trump 其實Trump是一個剛剛推出了差不多半年的手機程式 這個想法是減少食用浪費和推廣開始生活 其實是怎樣運作呢 我們是提供一個平台 希望可以聯繫香港市民和F&B的商業 希望在他們有食物需要被拯救時 香港市民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去見到 也可以去拯救這些食物 我們現在在Trump的App中 大概有55間簽了的店舖 裡面有很多不同種類 例如有咖啡店、餐廳、雜貨店、樓貨店、圓包店、蛋糕店等 都有的 他們的計劃是安排餐廳 將每天額外多出的食物 造成一份份的神秘盒子 用原價的75至甚至更低的價錢 在手機程式上面上架 減低食物浪費 神秘盒子這個想法對於客戶來說 都是一個驚喜 每次買的時候 都不會知道盒子裡有什麼產品 去到店鋪買的時候 便會發覺到 甚至在同一個店鋪買 都會有不同的產品 其實我們手上有很多店鋪 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可能是一間鮮美店 你每次買盒子的時候 都會知道是鮮美拼盤 但你真的去搭配的時候 才會打開去看看 那天其實有什麼提供 可能是油雞、白癡雞 可能是叉燒等等 如果有些蛋糕店都是一樣 就算去麵包蛋糕店都好 你每次去的時候 可能都有過十款的麵包 但你搭配的時候 可能每次都在試不同的麵包蛋糕 所以,既然《灘焰的計劃》 開始了在2020年 跟我一間ул廈的人 是一遍亦私的創組中 我和其他創組中 主任者, Karla 我們兩個也是半小時 半小鮮之間 這個全景了 當疫情就這麼多當疫情 因為疫情變成 從事業開始 從學習得到 學校、去學校、吃飲餐、 然後大家還在變成 那時,很多店鋪や店鋪 還停止的 殊大盒菜営業 企業也停止了 送餐也停止了 但這令我們想起 一定有很多食物被擠掉 因為有少許客人 有少許飲食等等 我們是為了挑戰 如何改善食物飲食 讓人們知道 我們每天都會擠掉食物 為了更加了解到實際的用法 我們就來到元朗這間蛋糕店 他們合作了兩個月 客人反應很不錯 一個星期間 會有兩三日的時間 都會有些蛋糕剩餘了 始終疫情 人們都會笑出街 所以都會有些蛋糕買不完 我聽到這個想法都不錯 通常我們那天剩的蛋糕 會做一個所謂的 mystery box 一個袋子會有六件蛋糕 主要都會有不同的味道 希望客人都可以試到多種類 誰的口味適合自己 都是一個不錯的宣傳 最重要是不要浪費食物 之前我們被安裝這個apps時 大部份的蛋糕都會丟掉 因為我們不想第二天 令蛋糕不新鮮 但其實我們這款蛋糕 其實室溫擺可以擺放三至四日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 去到可以不要浪費食物 還有比多人試到蛋糕 雖然香港人近年都很關注環保議題 不過到底怎樣在現實生活中實行 亦都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認為一個挑戰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會感到現在 是改變的方法 人們感覺到食物 而真的教育人們 關於食物的食物 是很困難的問題 它們是很困難的 為難度要去做 而是很困難的 我們希望我們會有問題 我們希望會讓大家多做 我們為了家人 為了一個簡單的 和朋友 和為人家 以及為人家 所擔心的 或者不在意義的 或是不在意義 那些題目 這些是很食物 他們可以用 它們的食物 是販使用 我們要讓人去後面 看到 其實我也來對 也許讓我檢查一下 有一個階段的房間 我可以去找 它是在我的鄰居 我正在展示支持我的公司 我會給我機會去那間店 去看看那間店的樣子 因為很多時候 我並不想知道這些美麗的地方 這個平台這麼有意義 如果大家經常會買外賣 不妨下載來支持一下 AN7三娘的讀者好 我們是MIRRORER 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